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中午好,我是老兵来啊,这一集我要讲一讲俄罗斯的普京达到的多级格局这个战略,以及俄罗斯版本的这个大欧亚大陆主义这个战略,以及呢这个,他的出兵叙利亚的真实目的啊,那么,我的封面图,也可以大家看这张图,那么俄罗斯自律于三分欧亚大陆, 那么,他玩的都是能源战略,他的三分欧亚大陆战略也都是能源战略,那么首先一点,把哪些国家列入到他的这个中间的这一块能源,就是卖方这一块呢,把这个欧洲和这个亚洲亚太变为两个这个买方市场呢,那么俄罗斯,大家知道,他在苏联之前,在西方对抗那一块,那个叫做欧洲部分, 那么他解体之后,出现的独立体国家和这个前华越国家,加在一起,这些包括高加索的那些国家,这就称为什么,包括,你中亚这一块哈,中亚,大家知道,足球上面,包括哈萨克斯坦,都是加入这个欧洲联的哈,所以说这一块它属于是什么,大欧洲,大欧洲,这个概念, 那么中东,中东呢,就是传统的那些中中国家,就叫中东,那么还什么叫大中东,大中东呢,就是说,把这个巴基斯坦,包括这个伊朗,巴基斯坦,伊朗,包括这个,像这些,土古马斯坦这些,它把它打包成为一个叫做大中东的一个格局, 大中东的一个格局,那么,我们就要看,哪些国家在它的这个能源,这个,这个框架当中的呢,一个是它俄罗斯自己,一个就是有这个,中亚这些国家,中亚的五个国家,包括,然后呢,还有呢,这个叫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伊拉克,包括海湾这些国家,都是属于它在这一块的,包括以色列,以色列,那么,大家要知道,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中东,这个,举期不定的同时,普京呢,他迅速地揭露到这一块事物当中来,啊,那么,他出兵叙利亚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就是传统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地缘格局,第二个,他把那一块变为一个中心,能源的一个,一个中心,大家要知道,你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你的石油,油漆,要进入到欧洲,通过土耳其进入到欧洲那一块的话,必须要进入叙利亚,啊,必须要进入叙利亚,啊,必须要进入叙利亚,那么,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在这一块,包括原来的沙特国王,沙拉曼,到索契,跟普京谈,那么,买了30亿美元的这个,俄罗斯装备,包括内塔尼亚湖,也去,找普京,啊, 那一会儿是热闹得不得了,门庭落势,啊,那么,包括这个,叙利亚总统,这个,这个,这个,巴斯阿萨德,也去找他,对不对,那么,包括这个,跟土耳其的,跟这个,伊朗的, 三方在阿斯塔纳进城,啊,他们也搞出来,那么,普京呢,他要在这个,能源上面来,这个,做,多做文章,啊,首先,对于你中国, 韩国,日本,在东北亚这一块,他给你灌输这个,这个石油,嘛,对不对,啊,灌输这个石油,那么,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中东这一块,啊,他,我刚才讲的,他这些,成为这个,能源供应国,那么, 能源输出国,啊,现在,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间,那一次全球油价大,大跌,有迹象表明, 也是俄罗斯跟沙特在合作,跌这个油价,啊,在俄罗斯15年, 去介入叙利亚的那一场战争,呢,之前呢,是美国跟沙特联手, 做,做,做掉这个,这个叫,这个叫石油价格,把它做下来, 那么,今年是俄罗斯跟沙特,啊,他们要打破这个美元的这个结算体系,啊, 也,同时也,也是这个,啊,打击一下你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些汽车,啊, 那么,他这张图,大家仔细看,啊,他把土耳其跟乌克兰,啊, 把他分为了这个大欧洲百分块,就是说,买方市场, 大家也都知道,乌克兰,那么,这就表明了, 俄罗斯会继续不坚,不停地会进入到乌克兰的这个局势当中去, 啊,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 土耳其是俄罗斯传统的扩张对象,啊, 那么,历史上打过12次俄土大规模战争, 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俄国战败才消停那么一阵子, 在苏联时代,啊,由于这个亚美尼亚跟这个格鲁基亚又和这个是属于苏联的, 它的领土上又是和这个土耳其接狼,啊, 所以说美国也布置了一些木星导弹在土耳其,啊, 那么,当时从土耳其撤出来这个木星导弹呢, 也是作为等级交换撤出这个古巴岛导弹,啊, 所以古巴岛导弹危机,但是美国会舆论啊,啊, 所以说认为赫鲁晓夫输了,美国赢了,肯尼迪赢了,啊, 所以说土耳其在这一块,啊,也是被他排除在外,啊, 排除在外,也是消费,那么在这个亚太这个板块呢, 啊,我们就看到所有的这些,呃, 东南亚国家,东亚国家都散在里面, 那么这两个板块有两个带着大哥, 一个在欧洲是德国,在在在亚太是中国, 来消费他的这个能源,啊,那么俄罗斯也可以在从中去转一把,啊, 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俄罗斯这些年对于这个能源的这个投资, 是非常广泛的,啊,包括他这个伊朗有石油他投资,啊, 沙特也有石油他投资的,啊,这个利比亚,啊, 包括这些海湾的一些国家,啊,也都有他投资这个生意,啊, 文德烈拉的石油也有他的,啊,那么大家要知道,啊, 啊,他在叙利亚,叙利亚的这个石油资源是有限的,啊,有,有限的, 那么在叙利亚边上呢,有这个叫库尔德斯坦这个地区, 库尔德斯坦是这个地区,在伊拉克北部, 俄罗斯跟库尔德斯坦呢,又合作一些油,油气项目,啊, 油气项目,来这个,帮助他们来削弱伊拉克政府军对这个库尔德武装的这个,啊,干涉,啊, 啊,所以说,他这一圈,他都在这个,加紧在,在拉拢这个石油, 这个这个产能,啊,但是在叙利亚, 他是投资石油的基础设施,不是说我投资这个油田, 而是投资石油的基础设施,因为我说过, 伊朗跟沙特的这个原油都要经过,都要经过叙利亚才运出去的, 所以说他要控制这一块,卡住这块生命线,啊,卡住这块生命线, 但是呢,俄罗斯又遇到了一个大的挑战,啊, 他忽视了中美的关系,啊,你俄罗斯是这样想的, 你普京也是要致力于打造多极世界,对不对, 但是中国跟美国,美国由于这个什么, 液延期的这个这个这个开采,啊, 美国,啊,对中国的这个石油,这个出口, 也是也是这几年也是成上升趋势,哦,成上升趋势, 大家不要看到,啊,什么香港,台湾这些牌,啊, 啊,说了,这个关系,啊,跟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 就是一门生意,啊,OK,我要来这个压你的价格, 或者说我要来谈你的价格,我要高买, 你要来买我的东西,我会在你别的地方给你搞破坏,啊, 来促使你来打算达成这笔交易,啊, 因为最早的国与国之间,四手之路,啊, 包括这些国与国之间,都是交易,嘛,都是通商, 都是交交做生意,嘛,那只是说我把, 原来古代骑几个破骆驼,弄几车破船, 我现在把它变成了大的这种,啊, 叫做,啊,这个叫,叫做贸易, 用这种词,把生意,把生意, 然后再往上走呢,就叫商业,啊, 然后再往上走就叫贸易,啊,就枪脚就变得好了, 那么,所以看出来,香港跟台湾这些人呢, 他都是,很多人都是傻蛋,啊, 人家就是,只要跟中国一达成这个利益之后, 啊,利益达成,合同一签, 你们都,都滚蛋嘛,都,都,就,就,就, 就,就,就没你们什么,什么事了, 所以说,我说,国家港台的人,啊, 真的是不懂政治,啊, 所以说你们,啊,这个政治素养确实很差劲,啊, 很差劲,你们呢,还是什么, 做点生意,好,重商主义,啊, 做点生意,啊,这个,啊, 做点这个买卖,啊,高科技你们也搞不来, 你们还是,啊,这么,这个, 这个不可再生的这种资源, 好好的弄嘛,啊, 就,社会就还是真没一回事,啊, 那么,俄罗斯,啊, 他们要考虑到中美的这个因素,啊, 中国跟安格拉,跟这个沙特, 跟伊朗,伊拉克,都有这个, 这个,这个,都进口石油, 包括从美国进口, 这样的话,我可以在东美亚地区, 你俄罗斯,西伯利亚管道过来, 我可以压你的价格,吗, 压你的价格,啊, 再加上,俄罗斯允许中方的这个企业进去控股它的这个西伯利亚一些石油公司, 怎么,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包括它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 我接下来会讲到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东北亚这一块, 远东这一块战略是怎么玩的,啊, 那么从能源上来讲,啊, 俄罗斯, 你给中国供用石油是,是一回事,啊, 给日本也是, 但是同时,你的价格也高不到哪里去, 你想通过这个来赚钱也赚不到哪里去,啊, 所以说,啊, 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 俄罗斯要打造于这个多极世界,啊, 来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啊, 单边主义, 所以说他也希望, 他为什么跟中国, 他要搞, 帮中国建立这个反反导弹预警系统呢, 因为我国原来这个导弹预警系统确实不太行,啊, 通过俄罗斯这一套, 包括我们现在, 包括至今也是, 我们要有自己的导弹预警系统, 我们的单兵这个导弹是很厉害, 但是你要建立一个, 一个庞大的一个预警系统, 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啊, 这个去摸摸索的, 跟这个卫星,啊, 卫星, 包括你这个地面的这些, 这些基础装备,啊, 包括你的雷达, 它都是很, 很先进, 所以说目前在福建,啊, 还是用这个S-400防空导弹系统, 所以说是, 为什么说, 我说要, 以前我说过, 我说五大军种,啊, 还是要叫多一大军种, 叫做什么, 战略防空兵,啊, 这种概念, 我国现在还是没有说, 有战略防空兵这种概念,啊, 只是说叫做这个, 把防空部队从陆军当中独立出来, 但是一定要建立这个, 战略防空兵,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就像俄罗斯一样的,啊, 那么他也要帮助你, 通过你来去牵制美国, 去对抗美国, 同时我自己也在不停地牵制你, 这个俄国, 日本跟印度, 因为俄国的这个大欧亚战略, 它是要来再平衡亚太地区, 它也要把这个触角伸进来, 日本呢, 原来这个奥巴马这个, 他冲返亚太, 对吧, 现在变成印太战略, 那么现在这三方要紧密合作, 要把美国给踢出去, 日本, 印度跟俄罗斯, 他们来搞这一套, 再加上把越南也拉拢进来,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印度跟越南也在搞关系, 越南跟日本呢, 关系也不错, 他们就在这些搞这些小动作, 所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我们的警惕, 我发现网上有一种声音, 我觉得很奇怪, 我不反对任何东西, 但是这种声音, 我一定要批评, 就是说对俄罗斯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好感, 我觉得这个有点很夸张, 这个很夸张, 但是国际的这个政治关系, 你要学过这个地缘政治这一块, 你就知道, 跟俄罗斯, 跟任何国家, 大家都是利用关系, 相互利用, 尤其是你俄罗斯, 你俄罗斯的经济体上就相当于, 我送过一个广东省, 不相上下差不多, 甚至还不如广东省, 那你其实已经不行了, 除了你那些军工的那些东西之外, 已经不行了, 所以说俄罗斯, 我们也要不停地虚弱它, 不停不停地虚弱它, 但是在面上我们还是要好合作, 来对抗这种美国的军事威胁, 但是, 也许他的这个政治, 西方的这个政治上面也要搞, 政治也是一个领域要对抗的, 但是在民间领域, 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并不好, 我后续还会出这个续集, 我会再继续讲, 民间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子, 他的远中战略是怎么样子, 包括他的这个大欧亚战略,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都会给大家介绍, 好吧, 但是对俄罗斯, 千万不要有那种梦名好感, 不要被这个媒体所说这个渲染了, 哎呀, 这个俄罗斯怎么怎么样, 我知道很多人是怎么想的, 无非就是普京嘛, 欣赏普京嘛, 硬汉, 男人喂, 才就才这样想的, 这也是普京这张牌, 他的这个营销做得好, 但是对俄罗斯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 他饿起来, 那比美国影响大多了, 要知道以前跟前苏联正报道这些中修交恶, 我国大量的能力物力搬迁三线, 他在北方不仅蝉死我的门的领土, 他是对领土有要求的, 熊熊熊, 熊他妈就是要干领土的, 所以说, 俄罗斯他要搞三分欧亚大陆这套把戏, 我们也一定要, 这个时候就要拉拢美国来制衡他了, 这就是玩三国, 未属无, 大家相互之间制衡, 你一家独大, 但谁也灭不了谁, 只有等他妈在哪一个国家出个他妈司马招, 当然中国是, 我们要避免要出现这种人, 所以说这一期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最后我再提一下, 我昨天讲到这个俄罗斯它跟独立体国家的关系开始微妙了, 还有一个微妙点在哪里, 在白俄罗斯, 我昨天说到哈萨克斯坦, 说到这个莫尔多瓦, 说到乌克兰, 说到格鲁基亚, 亚美尼亚, 对不对, 中亚这些国家, 还要跟白俄罗斯也有了, 白俄罗斯现在国民开始改了, 叫做白俄罗斯, 不叫白俄罗斯, 他要秉出你俄罗斯笼罩他头上的这一种影响力, 所以说卢卡森科他也要为他的未来考虑, 而且中国的这个很多金融卡车技术, 很多军工技术, 不仅从乌克兰过来, 也是从白俄罗斯买过来的, 所以说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政治啊, 国际地缘政治啊, 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门学科大家可以去学习学习, 就是这样, 谢谢。